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六百十六日 主题欢喜地 新闻段落 阿南是善男子 于大菩提 善得通达 绝空如来 敬佛敬见 明欢喜地 新闻段落至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六百一十六日 我们要谈欢喜地 我们看到这个说徒非常的欢喜 那这一段呢 真的是菩萨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 从此以后啊 我们真的就是快乐无忧 所以这个是任言经里面讲到修正啊 最大的成果就是越来越快乐 而且快乐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十地的第一地啊 就是欢喜地 菩萨在这个欢喜地啊 因为他的心已经跟佛陀没有差别 绝通如来 敬佛敬见 那他的欢喜呢 是跟如来一样 是没有忧愁的 也不需要借由某一些刺激 或者是奖赏 才能够有欢喜的状态 我们一般人呢 没有休息的 常常很需要很多的支持 很多的条件 才会得到欢喜 譬如说我要很健康 我就很欢喜 我要朋友很多 人缘很好 我才会欢喜 或者是我要不愁吃 不愁穿 乃至于找到好工作 家到好老公 娶到好老婆 有一个好的家庭 或者是有好的孩子 那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住到一个好地方 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人生的发展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世间 认为欢喜的条件 但是在佛法里面呢 的确 他的确是一个 欢喜的 因缘因素之一 但是真正的欢喜呢 是完全没有烦恼 他是本来就是在人的本性当中 就会有的状态 那无忧无恼啊 那才是真欢喜 但是一般世间呢 就是得到了这个快乐 却又会因为失去 或者是得不到 而产生对应的烦恼 追求越多 可能失望越大 或者是你失去的时候呢 那在这个过去啊 产生黏着的这种习气 没办法摆脱 就会变成痛苦 所以啊 这个世间的快乐啊 是 虽然是大众都是趋之若鹜 但是菩萨知道 他只是其中的一种幻化的快乐 那真正的欢喜呢 是要从本性当中 要通达如来的欢喜 所以这里讲 善男子与大菩提善得通达 绝通如来 尽佛境界 明欢喜地 在华言经里 谈到呢 菩萨助欢喜地 是如何呢 就是前面讲到 他发了十种大愿 发如是大愿 如是大事愿 如是大勇猛 如是大作用 那这个心呢 真正发起来啊 不得了 他有很伟大 很广大的力量 广大如法界 就近如虚空 所以啊 这个菩提心啊 发挥到最极致 这真的就是 在一开始所说的 善用其心的极致 那我们一般呢 不知道自己的心 这么好用哦 一旦发起广大的誓愿啊 每一个菩萨都能够成为这样子的 一种庄严的大力士 所以啊 这里谈到 以此十愿门为首 满足百万阿僧其大愿 这个十愿呢 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要可以去供佛 可以用所有的最庄严的供养来 供养一切佛 还可以广度一切众生 那至于学习所有的佛法 那又能够行菩萨道 有很多很多的发心的条件跟机会 那有这样子的因缘呢 以此为首哦 他只是举例哦 四十个方向 然后呢 衍生出什么 百万阿僧其大愿 而且可以满足 不是只是好高物远 或者是空头大愿 哦 我每天呢都在想哦 如果我成佛我就怎样怎样 可是呢 却一点都做不到 只是 心里面痴心妄想而已 菩萨他不是这样子 他是以这个十愿为首 而且他每天每天就是一直在圆满这个愿 满足百万阿僧其大愿 那这个阿僧其大愿呢 他能够成就怎么样子的殊胜呢 怎样叫做真正的大愿哦 这里谈到哦 佛子此十愿呢 以十净聚而得成就 还要有满足这个十禁句 就是符合这十种 十种条件 就是什么禁呢 所谓众生借禁 世借禁 虚空借禁 法借禁 涅槃借禁 佛出现借禁 如来至借禁 心所缘借禁 佛至所入境界借禁 世间转 法转 治转借禁 这十禁呢 就是有十种 戒 十种戒包括 众生戒 世戒 虚空戒 法戒 捏盘戒 佛出现戒 如来至戒 心所缘戒 佛至所入境界界 还有最后一个叫做 世间转法 转治转戒 就是都是转转转 那什么能转呢 只要能转的 都是一类 这个界就是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呢 是有多大呢 就是禁 就是这些范围的界限 我的力量最大最大 这众生戒最大最大 这世界最大最大 那我就会成就 所以意思就是 这十大愿 以十禁聚而得成就 就是你要做到什么程度 才叫做大愿呢 就是要做到 众生戒禁 我愿乃境 世界境 我愿乃境 虚空戒境 我愿乃境 法戒境 我愿乃境 那这里就讲 若众生戒境 我愿乃境 若众世界乃至 世间 世间转法转治转戒境 我愿乃境 他就是有一个 誓愿 什么誓愿 如果呢 我要度众生 我要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所有的众生 都被我度光光 那这叫做我的愿 就是度众生的愿 要到这样子的发愿 众生有没有戒禁呢 他有没有禁的一天呢 这里就讲 而众生戒是不可禁 世界也不可禁 虚空戒也不可禁 乃至 世间转法转治转戒 也不可禁 所以 我此大愿善根 无有穷尽 这就是菩萨的大愿 都不会停的 而且有的人会说 到底有完没完呢 那我这样子修行 好像遥遥无奇 其实啊 这个因为啊 你的愿心 是没有准备要停止的 一般世间人呢 都会说 我这个做个三年五年 我够了 我每天呢 就是上班下班 我就要等退休 但是呢 佛 菩萨的心呢 没有够了 也没有退休 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哦 甚至于呢 他连这种念头 他也不会每天就想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结束 要不然太累了太累了 如果呢 你的心啊 有这种想要休息 或者是有那种皮厌啊 或者是觉得呢 哎呀我要 偷懒一下 其实呢 你的心哦 已经又离这个愿了 相反了 那你当我们自己越是有这种想要停下来的这种念头 你就会越累哦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业障不会停啊 业障要怎么停呢 有些人都会说 师父等我忙完了 等我什么时候 我一定要来再更认真发心 我要好好的用功 我一定会好好的追随您 或者是呢 我会好好的行菩萨道 如果呢 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都不是哦 因为我们这种念头啊 他就是一个有限的念头 以有限的念头要去超越无穷的业力啊 你就会没完没了 这个事情处理完了 你还会发生另外一件处理不了的事 另外一件呢让你不得不放弃修行 就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糟糕 所以有很多人呢 那没学佛哦 他总是啊 觉得哎呀 我不要学佛 要不然太忙 或者是呢 开始学佛了 突然呢觉得 哎好多事情哦 怎么大家都找我 然后一下子呢 就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是不是啊 会太累哦 那这些呢都是啊 哎我们的业一直在法神没停哦 但是因为业障没有停 你是没办法拒绝他 你很无奈啊 那怎么办 那只能呢 法大愿 用更大的愿力啊 把这个业障给超越 所以菩萨呢 他就教我们 用这个十大愿来超越哦 而且呢 大家记得这是 在欢喜地的菩萨 哦 你看他都一点都不会有压力 也不会觉得很烦 很累 很疲劳 他不会 哦 他这个心啊 就是没有停止的 而且呢 很欢喜 因为呢 越修越有福报 越修越有善根 所以他讲啊 因为众生戒乃至世间转 法转治转 这个戒啊 都不可进 所以我此大愿 善根 无有穷尽 所以呢 从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 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人哦 哦 其实不是啊 每天就在享福 啊 我是富二代 我有用不完的钱 哦 我有一个 很好的环境条件哦 我很有 哎 这个福报 不是 真正最有福报的 在佛的词典里面 最有福报的就是这个最忙的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菩萨啊 他认为他的福报啊 就是可以在众生戒 世界进啊 都不进的时候呢 他依然还能够不断不断的行使他的愿 满足他的愿 那简单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报就是什么 就是能修福报 就是最最大的福报 我想修什么福报 就有福报可以修 哦 我又有能力可以修 我好想共佛 马上呢 自己就有这种机会共佛 我想要度众生 哎 马上就有众生了 哦 就给你机会 哎呀 你看真的有人需要 而且我又刚好有这种能力 给他 我的能力刚好是他需要的 这个就是 最有福报 就像我们现在要建道场 哎 能不能呢 哎 刚好呢 又有人喜欢修行 那喜欢修行的人呢 又依止这个道场 又得到大利益 然后我们又可以成就这样子的 因缘 那真的就是很有福报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呢 大众有很愿意发心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菩萨很欢喜的一件事情 众缘合合 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众缘合合呢 是大家都愿意一起同行 一起修行 一起度众生 一起利益有情 大家不会呢 哎 你计较我 我计较你 那为什么他做的那么少 我就做比较多 不会 大家都抢着修福报 抢着发心 然后越来越发心 那这样子呢 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因为大家都忙得很快乐 纵使呢 像法会期间哦 大家好忙哦 而且呢 常常都没有休息 从早到晚没有停止哦 声音都沙哑了 身体啊 都已经脚都已经走不动了 都起水泡了 乃至于呢 自己啊 哎呀 从早到晚那个嘴都还破了好几个洞哦 这个好像很疲劳 可是呢 哎 就会觉得自己的心啊 哦 很欢喜啊 我怎么这么有用 我怎么这么忙 我怎么这么的欢喜 我怎么能够帮助这么多的人 哦 那真的是值得我们欢喜的一件事情 哦 那你如果不想要修这个福报呢 啊 其实也没有人会对你怎么样 哦 但是啊 你就没办法体会 啊 这种欢喜的心境 啊 一般人呢 看到菩萨的发心哦 都觉得菩萨是不是太傻了 哦 怎么每天呢 都是掏心掏肺 你到底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哦 你都没有为了自己吗 那你自己就得到什么呢 哦 我相信呢 这个菩萨 就会给他两个字 我得到叫做 开心 欢喜 我高兴的不得了 所以啊 这是菩萨的心哦 哦 所以呢 这里就继续讲 菩萨发如是大愿意 则得利益心 柔软心 随顺心 极尽心 调伏心 极灭心 谦下心 润则心 不动心 不着心 有这一些心啊 呈尽信者 有信功用 他的信心啊 更是广大了哦 信什么呢 能信如来 本心所入 信成就诸波罗蜜 信 信 入主圣地 信成就力 信 具足无所谓 信 生长不可坏 不共佛法 信 不思义佛法 信 出生 无中边佛境界 信 随入如来 无量境界 信 成就果 具要言之 信一切菩萨行 乃至如来 至地 说力固 哎呀 这个地方啊 就在讲 哦 你为什么这么欢喜 因为我相信 我一定会成佛 我相信 我度的众生 他一定会得大利益 我相信呢 只要大家发菩提心 这个世界一定会变成净土 那这就是信啊 信为道源 功德母 掌扬一切诸善法 你能够呢 精进勇猛 就是有这种信心 有这种信心呢 你再苦再累 你都不觉得苦 也不觉得累 甚至于觉得很欢喜 这个就是啊 欢喜地的菩萨 依着这个大愿啊 他不断不断不断的发心 那这也就是啊 表达什么 你对于自己成佛这件事情 生起大信心 而且呢 你是亲自证明 不是听人说 不是呢 半信半疑 你是完全呢 相信 叫信满成佛 所以这里可以说啊 叫做绝通如来 敬佛敬戒 这叫做欢喜地 好谢谢 今天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师父 我是秋月 这些天 师父都在说欢喜地 那刚刚呢 也帮我们 就是解释了 好多的菩萨 应该他应该要发心的 这个欢喜地的一些 就是条件 但是我就想起啊 我小时候 就因为一支棒棒糖 吃到这支棒棒糖呢 甜甜的 哦 好开心哦 可是 我就想 可是长大了以后呢 这棒棒糖的滋味就淡了 长大了 我的欢喜呢 却是建立在别人的赞美上面 而且永远呢 都在追求下一句的赞美 这样的日子呢 过起来 呃 非常的辛苦 那现在学了佛 我发现我的欢喜呢 有别于以前 像现在呢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诵经 开开心心的去欢喜学堂 当造课 然后开开心心的吃 新闲师父煮的饭 这样子的日子 这么的平凡 但是呢 我心里面啊 却非常的平稳 而且呢 有时候都觉得甜甜的 那尤其呢 是这一次华言海会的时候 师父 与生事教 让弟子呢 真的是感受到说 哦 原来 欢喜呢 不是自己一定要得到什么 那一天呢 就是有一群特别的会众 他们排队上台供登 那师父呢 还特别在法会还没有开始之前 就说 等一下的来宾呢 他们是因为要去动物园 所以邀请他们呢 来汉佛陀结个缘 当他们一一上台的时候啊 师父就在旁边 小生的呢 就是教他们如何的共登 而我们的大和尚呢 在面对这群特别来宾的时候 所展露的笑容 就像经文里面 所说的那样 慈悲 爱言 等事众生 这一刻 真的很感动 所以呢 我那一天哭很久 那 我就想说 师父呢 他们就是用行动 把佛陀所说的法 展现出来 而我那一天也特别的欢喜 欢喜的是 这一世特别来宾 有可能是 今生的第一次 来共登 那也有可能 是他这一生里面 唯一的一次 我很开心的是 我见证到这个书圣的这一刻 那刚刚师父说 啊 我们呢 就是 师父有给了机会 那我们就要 欢喜的去接受 我们这个可以修福报的 一个大好的机会 所以这样子 种种的这些的欢喜的感觉 却让我想到说 我这样子欢喜的感觉 跟我小时候 吃到那一支棒棒糖 跟别人赞美我时 所受到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这样子欢喜的感觉 更持久 好 所以我想说 凡夫 他的欢喜 是因为 得到而开心 那 菩萨的欢喜 是因为 利他 而欢喜 那秋月的分享 就至此 宗奇 敬惠师父 紫悲开示 欧弥陀佛 谢谢秋月的分享 那的确呢 我们讲的这个欢喜 名词虽然是一样 就是我很高兴 我很欢喜 我很开心 那但是呢 一般人 他认为的欢喜 就凡夫的欢喜 是因为 自己得到了 自己喜欢的 或受到奖赏 是立即的 那菩萨的欢喜 是利他 我看到呢 他人因为我们的发心 而变得更好 那菩萨会打从内心里 产生一种欢喜心 如果你是这种人 你一定是菩萨 而且呢 我们也会偶尔 就会发现 其实自己好像 跟欢喜地的菩萨 不相上下 的确是如此 那你有这种心啊 在修行的过程 立他又自立 自觉又觉他 那你一定要肯定自己 就是欢喜地的菩萨 因为呢 你说谁不是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只是我们的持久度 不够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从五分钟的 欢喜地菩萨开始做 有五分钟就有十分钟 有十分钟就有二十分钟 有一天就有十天 有十天就有一年 那慢慢的呢 我们这一辈子啊 就会都在欢喜的状态 那这一辈子可以欢喜 我下辈子啊 来的时候就欢欢喜喜开开心心 就像佛陀啊 生日的时候啊 他佛陀怎么诞生呢 你看那个太子佛 他一出生 他不是哇哇大哭 他是呢 东走七步啊 西走七步 南走西步 北走七步 步步生怜哦 然后呢 恨欢喜哦 隆天欢喜 诸佛也欢喜 他自己也很欢喜 还怎样 还举这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我来了 那这个世间呢 就会怎样 有救了 所以呢 这是佛陀啊 他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一种欢喜心 他不是像我们这样 丑眉苦脸 哦好惨哦 我今天怎么又来了 我现在怎么又来轮回了 我真是太惨了 每天都在想 我不要了 我下辈子不要了 我不要再见到你们了 那这个其实啊 是自己的心态 一直没有正确的去认识 你自己的本心 如果你认识了自己的心 你不会受苦受累 你会觉得呢 哎呀原来啊 真的是很有福报 我们今生啊 学到佛法 而且又离佛这么近 读了佛陀所讲的最殊胜的经典 大圣佛法 又能够懂 行菩萨道是我们的本分 那真的是不得了 你不是欢喜地的菩萨 又是什么呢 谢谢秋月的分享 那我希望呢 大众一起来 都共同同沾这个法系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学佛啊 真的没有那么难 也没有那么沉重 而且呢 是每天啊 都恨不得就泡在如来的教法当中 好谢谢 好 谢谢 南师傅 阿弥陀佛 我师傅 各位师兄 吉祥 我是华慧 时间快到了 我简单的分享一些 这样 师傅常常说 活法要用在生活中 所以就是要常常来关照我们的心 所以我觉得跟师傅上课之后 我依教奉行 常常如果要生气的时候 就会想说 我为什么要生气 就这样一直下来 学得蛮好的 习性也改变了一些 跟人相处也更融洽 但是因为我上班比较忙 所以有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现在星期日 要起来站在共修 我觉得有点累累的 可是师傅说 我们学活就是在日常 那我们日常穿衣之外都要做 呼吸也是一样 每天都是要呼吸 时时刻刻都要呼吸 那呼吸不可以停顿 那我们修行也不能停顿 所以这样一想念头一转 心情就变好了 就变得很翻戏 这样子每天他在共修 又觉得 共修完之后又上师傅的课 两位师傅的课 我觉得生活很充实很充满 虽然没有办法到那个讲堂去 但是在线上也是很快乐 整天都是很开心 你要问我说 你为什么每天都那么高兴 我说每次就很高兴 学活就很高兴 我每天听话就很高兴 就上个礼拜一我去银行 碰到一个比较久没见到的熟人 他就说你怎么变得很光彩 你做了什么事 我说对不起 我很忙我赶快走了 我就没理他 后来前天去银行又碰到他 他又抓着我 他说你到底怎么了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变得这么精神这么好 神采辉扬这么光彩 我说我刚参加完一次 那个华严海会 十天的那个华严海会送华严金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说难怪 他说你们的气场一定很强 所以你好像是充电的一样 我说对啊就是充电 他说我还以为你去做医美 我说没有啦 那我就跟他介绍华严金 我说我们送了华严金 一千多人送 非常的殊胜 然后华严金是后边有跟他讲 我说那你们道场在哪里 我说我师傅要在高雄盖道场 不是高雄台东 说台东我最喜欢去 我说好啊好啊 以后你跟我先到 先跟我一起到讲堂去 然后我以后那个台东盖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那边一起休息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华严金 他说好像听起来很不错 我说那我请一套跟你结约 他也很开心 然后我就叫他手机拿出来 就点那个师傅建辉法师给他看 我说你就听他想金 他想得很棒 他说哦很好啊 然后他也拍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捐款账号 就这样子 反正我就非常欢喜 这就是我的欢喜地 阿弥陀佛 请师傅 十倍开示 碧珠就是这个很典型的 就是欢喜地的菩萨的代表 那也就是要继续保持这个笑秘秘 人难免都会有一点 就是不如意 那譬如说被骂 或是被不认同 被人家嘲笑 或者是有的人不喜欢佛法 乃至于不喜欢你的师父 你都要记得哦 因为大家其实是在做什么 在测试 在考试 看看你这个修行 是不是能够随时都是笑咪咪 那如果我们听佛法的时候很开心 就要把这个开心 在工作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也能够这么的开心 那让大家来到我们的面前 因为碧珠在诊所工作 她是这样面对的都是病苦的病人 如果她看到这个老板娘这么的欢喜的 去跟大众关心 那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佛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板娘就是学佛 才那么开心 那如果我们每天都是一个碗娘面孔 很烦 觉得自己在这边上班很累 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学佛学到哪里去了 所以虽然佛教徒常常会被要求 我们也要很开心说 至少他们知道我们是学佛的 那表示一般人对佛教徒有高标准 那就像师父怎么可以脾气不好呢 怎么可以小气巴拉呢 怎么可以有这种大小言呢 那每次听到这种批评的时候 师父都会自我勉励 你看大家的心目中 就是觉得师父是圣人 是菩萨 所以用高标准来要求 这时候你就会心里面就会给自己更大的支持 我一定要做得更好 让佛陀的教法 因为我们自己的示范 就会让更多的人产生肯定 你看 你看这个人家以为你是做医美 你直接把华炎镜拿出来说 这就是最好的医美 又不用钱 这是非常好的 的确是如此 不但是这个人美好心善 而且还会开智慧 那就不得了了 这是欢喜地的菩萨 在实践他的欢喜的时候 的确就会一点一滴的展现在日常的每一瞬间 好 谢谢法会的分享